有一种冠心病类型特别隐蔽 特别容易迷惑大家 让大家认为没有病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这种冠心病类型 微血管 心脚痛 在现实生活中 有一类患者他是什么样子 他是我有典型的冠心病的症状 比如说体力活动一大了 使劲的时候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 心前驱 尤其是左胸这个部位 胸闷胸痛的感觉 休息几分钟能缓解 如果你在他发作当时做心电图 你能记录下来心肌血血的表现 甚至有的人做过运动平板实验 提示阳性 但是一做冠状动脉CTA 或者说冠状动脉造影 就发现影像学资料发现 没有严重的狭窄 这个狭窄程度顶多有 也没超过50% 这就叫做非阻塞性的狭窄 那么跟他这个症状对不上 你这么轻的病变 或者没有病变 怎么会产生症状 而且呢 有这种心肌血血的证据 这一类疾病呢 特别容易被忽视 好多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病例呢 甚至被定以为说 你没病 你精神压力太大了 或者心理作用 实际上不是 这在心血管医学界 现在越来越重视 而且发病的人并不少 就是叫微血管心脚痛 大家注意 我们平时做灌脉造影的时候 这个灌状动脉造出来影的这个血管 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更多的心脏的这个供血的这种动脉的毛细血管 比如说小动脉 前小动脉 往往是造影 或者CTA看不出来的 而这些血管 发生了功能 或结构的异常 也可以带来心肌缺血 很多就是 这种微血管的心脚痛 其实呢 说到这儿呢 好多朋友会说 说这个微血管心脚痛 和这个 平时咱们常说 这个冠心病 说这个中型动脉 狭窄了 放个支架 全部不一样 发生机 这还真不一样 这个中型动脉 咱们常说的 心脏血管 堵了放个支架 这种中型动脉 往往 它是动脉 周样硬化性的斑块 动脉周样硬化 是它的病理基础 但是呢 你像这种微血管心脚痛 它的病理基础就多了 你比如说 这个 心内的这种压力的异常 包括心始的肥厚 包括这种 心脏啊 舒张时间缩短 包括冠状动脉 周样硬化 包括 包括小血管的精卵 包括其他原因带来的狭窄 包括 心肌细胞组织的水肿 都可以带来这种 微血管心脚痛的发生 所以说 它这个机制不同 而且很多时候 还是交叉在一起 那它不光是 动脉 照样硬化 这种 黄诚诚的周样板块 它还有其他的这种 这种原因 所以说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种微血管心脚痛 后期的检查和治疗 它是不同于传统冠心病的 而且甚至有很多独到的地方 用的药呢 也不完全一样 所以说 我今天呢 这个视频给大家提的醒 就是 如果说你有典型的心肌血血症状 心电图也能记录到证据 甚至呢 心肌核素显像啊等等 也有证据 但是 就是 影像学资料 提示没有 这种中型血管 我们肉眼可见血管的明显狭窄 这个时候要警惕微血管心脚痛 微血管心脚痛的治疗上的 一方面是 药物的 这个治疗上 药物的治疗上 有其独到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找到专业医生 进行专业的药物调整 另外一方面 给大家提个醒 心脏康复 实质上 对于 这个疾病 有比较好的作用 我自己身边的有几个类似的患者 后期做了比较正规的心脏康复之后呢 他这个相关的症状也缓解的比较明显 所以说 在此也给大家提个醒 希望张大夫今天的介绍啊 抛砖引玉 能够帮到大家正确认识 微血管心脚痛 这个疾病 其实呢 好多朋友说 张大夫你说你仔细讲讲冠心病 这个时常也听到你讲冠心病的其他知识 实质上我给大家 在这个视频下方啊 做的这个冠心病的专栏里头 有几十节课冠心病相关的知识了 大家关注这方面的知识 比如说心梗啊 这个心脏放肢架 心脚痛啊 这包括缺血性心肌病 包括咱们今天讲的微血管心脚痛 如果大家关注 可以点击这个视频下方的这个 冠心病为主要话题专栏 大家呢 把这些课仔细听一听 相信您对冠心病 一定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今天呢 如果讲的这部分知识 其实还是比较小众的 如果您认为有用 或者您身边的谁谁谁 可能听了有用 一定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 需要他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受益 好了 今天说到这儿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张志盈大夫